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華 今天要來講解情報了 海賊王1090話情報是 黃元開始攻擊 或200站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一樣請先確保有看過前面的情報才能連起來 海軍在黃元攻擊時開始攻擊 並命令不要攻擊和平主義者 因為子彈不會影響他們 只會攻擊海獸 使用六四技術的人在開始攻擊 所有CP特攻也被命令攻擊 當魯夫和無老星談判的時候 無老星聽到羅賓的聲音在背景中 原來這段羅賓生氣 而不是給納美生氣 就是因為讓無老星知道羅賓的存在嗎? 這是可以想像的 畢竟扮黑臉的一般都是納美 而不是羅賓 羅賓在這個故事是很重要的 畢竟當時圖魔令 少數的存活者就是他 而世界政府怕歷史本文被解讀 會不會真的也想殺掉羅賓呢? 當然這裡指的不是羅賓會死 他當然不會死 而是他可能被綁之類的 情報就到這裡 我們下個情報見 拜拜